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之下 民众的忧虑是一定有的 根据一家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七成多的年轻人 很担心两岸服帽协议生效之后 自己未来的工作机会将会受到影响 同时有六成五的人担心 连薪水也会受到冲击 穿着黑色上衣 身上及头上贴着反服帽的标语 大批学生一早就在立法院外 准备参加330反服帽游行 因为有人担心服帽生效后 自己未来的工作机会将会受到影响 对于近来引发争议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有73.6%的人会担心服帽生效后 未来工作机会会被抢走 至于觉得不担心的占26.4% 同时也有65.7%会担心服帽生效 自己未来薪资水准会受到影响 而表达不会担心的占34.3% 就是我认识的服帽是增加就业机会 管理者就是比较可能是大陆的高层 觉得如果有竞争力的人应该 其实基本上不会担心 我以为这次服帽协议生效的这个产业 大部分都还是属于这个服务业 原本相关的这个工作起性已经很低了 那接下来如果又有更多的这个人 要来竞争相关工作的话 他会觉得自己失业的几率会更加的提高 人力银行表示 对于服帽可能带来的冲击 政府除了政策说明要清楚 对于弱势产业提出配套措施外 面对未来全球竞争趋势 新鲜人必须提升英文能力 考取相关语文证照 也要培养第二专长 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记者吴雅宇应雷齐台北报道